这已经破关自己的事了 郭梅杰浑身轻松地下了楼 拦住了一辆低势 华龙道 强力用的是最简单直接的法子 就是将两人的怀疑直接搞直柱子 事先却没有跟自己同气 自己不是没想到这个法子 却是没有失足的证据 不愿随意破坏柱子梦想中完美的爱情 强力和自己的想法明显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法子很实用很安全 你不能说它是错的 但是却总有那么点让人不舒服 傅明杰看着强力慢条思理喝茶的样子 甘口了两声 他是怎么听到我和叶峰谈话的 强力嘿嘿一笑 伸手拿过傅明杰的手机 打开后面的电池盖 举出一个圆乎乎的小玩意 这东西叫窃听器 只要你戴在身上 什么我们都能听见 嘘 强力把自己的电话拿去 原来是搞这个名堂啊 但是为什么不早告诉自己啊 强力似乎知道她的想法 我不事先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不自然 你知道自己要被窃听 说话自然会留分寸 就不会对叶峰说 当然先吃你这么精彩的话来啊 你要是说不出来 也不会这么容易让她上当了 你大爷 精彩你个大毛线啊 傅明杰一把拿回自己的电话 下次这种精彩 你来创造 强力摸头 我是诸葛亮性的任务 怎能冲锋陷阵 这种好事就交给你们了 居然自取诸葛亮 我表示 跟你两个无共同语言 奥蕾那边怎么样了 说到王奥蕾 强力的表情立刻暗淡下来 他正在筹办 陀罗大师的葬礼 死活不让别人帮手 对了 顺便告诉你 葬礼就在后天上午九点 在西郊林院 傅明杰塌了口气 点了电头 傅明杰的本事很大呀 居然混成 紧听军区特派员了 明知强力 是在转移话题 傅明杰还是忍不住 瞪大了双眼 正想问他是如何知道的 突然想起 窃听器一直在自己身上 千言万语 变成了一个字 这件事 或许是个好机会 如果傅哥 真有电脑方面的本事 或许能利用这个机会 给彪峰一个打击 我只负责提供想法 具体怎么操作 能做到什么程度 就要看傅哥自己的了 傅明杰一正 有道理呀 假如能把这趟货水 引到彪峰集团 这个想法 真不是一般的好 那行 我想想办法 傅明杰突然发现 现在和强力 除了工作的事情 居然已经无话可说 真不知道是一种悲哀 还是别的什么 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我先走了 强力看了茶杯 点了点头 夜凉如水 傅明杰突然想起了 数月前的这个时候 一定是和叶然在一起 在家煮饭吃菜 极乐融融 和叶然在一起 简单快乐温暖 就跟一家人相放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生活丰富了很多 却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和她 好好的在一起 吃上一顿饭了 本来上次准备去找她来着 半路又被席娟截了壶了 还有买的房子钥匙 现在有一点比较郁闷啊 那时候在闹误会 没给席娟买 现在误会澄清了 房子少了一套 而且这一直以来 都没时间去搞装修 总不能把钥匙送出去 装修还让他们自己去弄吧 傅明杰拨通了刘伍的电话 让他开车来接自己 刘伍很干脆地答应了 只不过等他来的时候 车上并不是他一个人 副驾驶坐上 还坐着蓝芯呢 蓝芯一见傅明杰 抢着打了招呼 傅哥 是不是有什么行动 这是下面意思啊 傅哥 刘伍有点窃窃 蓝芯这一直闹着 要参加我们的行动 可是你们为什么在一块啊 我 我这不是要保护他们吗 刘伍罕见的声音不怎么硬气 傅明杰随便扫一眼就明白了三分 无奈地苦笑 算了 这小年轻的情情爱爱 是想拦也拦不住的 一点事 也好 刘伍现在的本事 贴身保护 蓝芯确实安全 蓝芯是蒋镖这样大老的女儿 说起来 这两人在一起也蛮登对的 靠 说得好像自己已经七老八十了一样 回今天大学 我们这才出来 就回去 蓝芯比较郁闷 傅明杰表示没听见 慢说没有什么行动 就算是有 您来了 咱也不能去了 对了 后天上午 王大师的葬礼 你知道了吗 六五应当 蓝芯说他也要去 您看 已经如胶死期到 一分钟也不肯分开了吗 明天还帮我办个事 富哥吩咐 你们两个 帮我选一家好一点的装修公司 帮我买了那三套房子 好好装修一下 对了 王沁的 问问他的意见 自己已经答应了王沁 说不定将来就要结婚的 他这一套肯定不是婚房 所以他的意思装修就是了 OK 刘五把三把钥匙都接了过去 把你的银行卡号 一会儿等信息给我 我明天给你打一笔钱过去 别省 好好装 收到 刘五砸了砸嘴 我今后买房子 也要买到富哥附近 等拿下今天冬交 我们大家全住一起 傅明街摸了摸鼻子 看了看头顶 这件事交办下去 就要等到装修好 购买了家具 通风完毕之后 再把钥匙交给他们了 希望是在景天冬交 拿下来的时候 作为礼物送出去 最好不过了 到了景天大学 福明街遣散了刘五 任得他们潇洒 自己一个人到了 女生寝室楼下 给叶然打了个电话 嗯 电话关机 不要紧 还还有女生宿舍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 我是叶然接的 你好 找哪位 请问叶然在吗 不好意思 她不在 那请问她上哪儿去了 请问您是 哦 我是她哥 你是傅明街 傅明街摸鼻子 什么时候 自己变成名人了 啊 是 接电话的 声音变得有些兴奋起来 哇 你的故事啊 我们可听得太多了 嗯 也不知道 都是些什么故事 席转经常 讲解你的故事 给我们听 说你又会打架 又会赚钱 又 席转什么时候 跑着他们企事去 传播小道消息了 但是 这都不是重点 请问 我现在可以知道 叶然去哪儿了吗 哦 对 这个 最近叶然加入了一个 什么肿瘤研究协会 每天晚上 都在医学院解剖室那里 补习呢 你去那里 一定能找到她 肿瘤研究协会 解剖室 傅 傅哥 我们毕业了以后 是不是也可以去 你那里上班 傅明杰随口敷衍两句 挂了电话 是说 叶然最近怎么这么忙呢 原来是学习任务太紧 她在上大一 怎么就已经 在研究肿瘤学了 难道是 她母亲的 不管了 今天既然来了 还是要见见她的 沿途问着路 很快找到了 景天大学的医疗教学楼 很气派的大楼 但是楼上 已经没有多少灯光了 看一看时间 已经快要九点了 又问了一个人 原来解剖室在地下室 只是这个地下室 就跟所有医院的地下室一样 都是这么因此 为啥就不能灯光亮一点 人气旺一点呢 拍鬼片吗 傅明杰才经历了一场鬼杀 看见这般景象 心里忍不住 又上了一丝寒意 地下室就只有一间房亮着灯 不问客之 就是解剖室的 傅明杰轻手捏脚地走到门口 准备给叶燃一个惊喜 正在推门 却听见里面传出人说话的声音 当即偷偷躲起 侧耳听起来 叶燃 走吧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不了 你们先走 我还要研究一会儿 真不明白你了 这么拼命做什么呀 加入这个研究小组 都是为了将来考研的时候 多加点印象分 谁玩真格的呀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叶燃没有作声 你母亲得的又不是肿瘤 你也用不着这么上心啊 男孩子继续道 叶燃的母亲得的不是肿瘤 范伟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叶燃的母亲不是肿瘤 可她一个很重要的人 得了肿瘤的 这个女孩子的口气 听起来有些灰溜溜的 很重要的人 男孩子的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也变得灰溜溜的 有多重要 不会是叶燃的男朋友吧 知道就好 我看叶燃对她男朋友 是死心塌地的 别的人啊 怕是没机会咯 叶燃依旧没有吭声 傅明杰正正地 听着这段对话 很重要的人得肿瘤 这个人是 就是自己呀 叶燃这么拼命地努力 原来是因为 她误会自己得了肿瘤 原来她是想用 她的努力救自己 这个傻丫头啊 她放弃了大学校园里 美好的校园生活 放弃了大学校园里 美好的爱情 一心一意地 叶燃 你这么拼命 那她得的 一定是恶性重疗 可是这种病 就算是拼命 也不见得 会有多大的作用 男孩子沉吟了半声 终于说道 我方为在这里立下誓言 我会一直等着你 如果有一天 她不幸 请一定记得 我还在等你 闭嘴 傅明杰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 叶燃用这么强硬的口气 对另外一个人说话 用如此不客气的态度 方为 你记住 我的男朋友叫傅明杰 这一辈子 他活着 我永远跟着他 就算 叶燃顿了一顿 语气中 似乎带有一次哭腔 我也守着他的墓碑 但是一辈子 傅明杰整个心 突然间一痛啊 这种感觉来得这么突然 突然到 心脏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 被什么东西 狠狠击中了一半 击中的 还是最柔软的部分 心痛里 还带着一种 似乎欣喜 似乎幸福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自己内心深处 竟然盼望着 这样的一幕出现吗 这时候的心理 简直就是 一千一万种 莫名的思维 在纠结缠绕 一时间完全 理不清头绪 解剖室里 安静了很久 傅明杰不敢 在座停留 依然转身 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地下室 走出一梁教学楼 傅明杰走到一棵树下 点着了一棵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看了看头顶的月色 原来 叶然一直喜欢自己 自己真是 太蠢了 当时心里 纸妆的情韵 完全一无所觉 此刻傅明杰的心理 突然就回忆起 和叶然在一起的 点点滴滴 每一个场景片段 那种温暖 一直是自己 最珍惜的东西 为了自己的恐高 等着自己 一起上电梯 为了自己 前额里 所谓的肿瘤 偷偷流泪 现在还拼命地 想办法 想要拯救自己 明知道自己身边 已经有了 这么多的女人 反而离远了自己 不肯占用 自己的一点心力 原来 她对自己的关心 却是从来 没有一刻停止过 难怪在自己生日 宣布王庆 是自己女朋友时 她的反应 竟是这么奇怪 自己无意之中 竟然做了一件 伤害她至身的事 她的心里 一定一直有盼望 可即便是这样 她现在也依然 没有放弃 佛明杰 总算是弄明白了 很多事 自己对叶然 当然是有好感的 可惜那时候 除了秦韵 还有强力 对叶然的喜爱 逼得自己 没办法 朝那个方向靠近 自己身边 是有很多女人的 可是除了王庆 每个人开始 都是以不需要 自己负责 来接近自己的 和他们在一起 心里的道德 付救感 可以见到最低 可是叶然呢 叶然是一个 这么可爱 这么传统 这么专情的女孩子 现在自己 有了这么多女朋友 再和她在一起 就意味着 将要亵渎 她的人生观了 除非自己放弃 其他所有人 冯明杰一口气 抽完剩下的烟 采灭 现在 秦韵不是问题了 墙里有傲累了 也不是问题了 可是 新的问题是 自己已经答应 要和王庆结婚了 这种时候 哪里还有机会在 冯明杰深刻地感觉到 在身边的 这些女孩子中间 最不敢辜负的 就是叶然 因为她的单纯 她的心理承受力 是最弱的 只有一个 能够一心一意 只保护她一个的男人 才有这样的资格 和她在一起 冯明杰苦笑啊 现在的自己 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 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要阻挡 叶然寻找 属于她幸福的路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澄清 自己肿瘤的误会 哥 冯明杰转过头 叶然正吃惊地 站在大门口 手里还抱着几本 厚厚的大步头 你怎么来了 冯明杰摸了摸鼻子 笑道 怎么 不欢迎 叶然的眼圈 不知为什么 有些红红的 突然飞身 扑进了她的怀里 哥 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 惭愧 惭愧呀 在楼下等叶然回寝室放书 下来的时候 又看见了久违的公主群 和自己在一起 她总是这么用心 冯明杰心里酸酸的 又是感激 又是惭愧 叶然提了一个挺大的袋子 不让她帮忙拿 还和过去一样 毫不避讳地挽住 冯明杰的手臂 毫不显露 对她的感情 忠实地扮演着一个 乖妹妹的角色 哥 今天怎么有空 冯明杰打了个哈哈 是啊 正好今天有空 打算带你出去转转 叶然轻轻地 踮踮头 那可以带我去海边吗 嗯 这个时候去海边 看个时间 已经临近十点 去了海边 回来小门都锁了 那你不是赶不及回寝室啊 我们晚上回东郊吧 我们好久没有回家了 回家 对叶然来说 那个窝居三尺 破旧不堪的地方 才则是家嘛 嗯 正好 我也有件事 要跟你说 冯明杰吸了口气 今天一定要把肿瘤的事 说清楚 这么巧 叶然的头 靠在冯明杰身上 没有看他 正好 我也有一件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哦 就是那个 袋子里的东西吗 还弄得这么神秘 冯明杰好奇地 看了两眼那个袋子 软乎乎的 类似衣服之类 不会是给自己 亲手做的衣服吧 有心 有心了 景天的海滩 从来都不缺少人气 白天游客居多 到了夜晚这个时候 就是情侣居多了 坐在沙滩上 看着一对对男男女女 有的狂放 有的沉静 在沙发上 享受着各自的二人世界 夜人很长很长的 吸了口气 蹬了两鞋 把纤细白嫩的脚趾 埋进松软的沙子里 靠着傅明杰的肩膀 抱住她的肩膀 傅明杰很明白这种心情 因为同样的场景 她也和秦韵 在自己身上联想过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 享受着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这是一种爱情里 至高无上的境界 其实说真的 和夜人在一起 感觉比什么人都不差 可惜啊 可惜有的事情 需要的就是实际 如果和夜人早点 捅破窗户指 也许就不会有席娟 黎真 王静地出现了 可惜汗不会穿越呀 傅明杰用力地吸了一口 从夜人头发上 传来的熟悉的香味 这温馨的感觉 真是久违了 夜人好看的眼睛 轻轻地闭着 长长的眼睫毛 微微颤抖 一脸的幸福满足 多日不见 这小丫头 似乎长大了不少 出落得愈发 哥 我们回去吧 就这么静坐了 一个小时之后 夜人终于到 可是 好像该说的事情 我还没有 算了 正好回家了说 也好让夜人睡个安稳觉 夜人这些天 一看就是辛苦了 在低视车上 已经熬不住 浮在傅明杰双腿上睡着了 傅明杰轻轻摸着她的头发 心里真是有 说不出的感慨 要是和夜人结了婚 小两口这样出来散步 累了 再回去休息 这一辈子这么过下去 谁能说 不是幸福的事呢 万恶的一夫一妻啊 呦 傅嫂 傅明杰吃惊地 看着满脸堆笑 满面油光 满是雀斑的胡嗓 用这么热情的口气 和自己打招呼 差点以为 自己走错了 胡同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